迈入年尾的雨季 东海岸地区今年还是难逃水灾 根据水利灌溉局网站的数据显示 登加楼州内有多条河流的水位 已经上涨到了危险的水平 有的道路因为洪水已经淹上来了 盖过了路面 导致这个汽车没有办法通行 而当地的民防局也发出了第三波水灾的警告 呼吁人民要做好防灾的准备 今天下午 登加楼雾树县还在下着大雨 水位在短时间内上升到民众的腰身 只见民众纷纷搬动家里的物品以减低损失 在被洪水淹没的马路上 许多车子和摩托车都被迫放缓车速涉水而行 部分道路也因为水位太高 让一般的交通工具没办法行驶 民众只能撑着雨伞在洪水当中慢慢前进 不过有一些小朋友看到家门前已经淹水 反而高兴地加入细水行列 另一边乡在登加楼的珍德林渔村 因为海水涨潮的关系 渔民们没有办法出海捕鱼 不过为了生计 渔民也只好想出替代的方法 改在海边抓鱼 尽管海浪不停地往渔民身上拍打 但是他们依然冒着生命危险 拿着工具在水中抓鱼 词戴国 soil地下用 MODY 渔民身上染 有人太无比机 营野 最低可 5年 遠 感谢观看